強迫他的狗 他把狗的弟弟放入自己的妹妹裡面 怎麼樣都拔不出來喔 他就打給法國當地的消防員來協助 也順利的完成他第一次的愛愛 咳 把魚打昏 然後他就邊看著片 邊把弟弟放進魚的嘴裡開始蠕動 他說其實感覺很舒服 魚的嘴巴是這樣 歡迎收看FJ34 今天是我要來分享 分享什麼呢 分享你在最飢渴的時候 做出最蠢或是最後悔的事 第一則 來自法國的女性友人 人家說 啊 半夜時間太飢渴了 於是買了一隻龍蝦 哈哈哈哈 他說把龍蝦的尾巴放進妹妹裡面之後 然後用防風打耳機燒龍蝦的頭 然後龍蝦開始掙扎 那尾巴就這樣 尾巴在妹妹裡面就掙扎擺動的 過了幾天之後發現妹妹開始疼痛 不舒適感 於是以為是那個月室來 就是可能會痛這樣子 過了一半還是很痛 他到醫院檢查 然後發現 竟然是妹妹裡面有龍蝦的卵 緊急開刀並且取出 天啊 而且這樣很容易造成細菌感染 然後說 因為龍蝦被他燒死的時候 會立馬就趕快排卵這樣 趕快衍生下一代 所以才卡在她的妹妹裡面 而且其實有點殘忍 殺龍蝦不人道的話 是要被罰錢的 真的喔 有些國家是在 還是兩方面 而且終於龍蝦 應該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大聲 那個很大耶 妹妹真的是 還不好帶 要多厚的妹妹才可以保護 喔 還是外國人 OK 好 他說有一次呢 要帶一個喝醉的帥哥回家 結果他在床上突然大吐 他想說啊算了 看今天是不可能發生什麼關係了 所以今天只好照顧他了 後來睡到一半 他那個喝醉的人突然跟他撒嬌 然後他還是跟他喇嚇了 他說那個感覺很像木乃姨縫住的嘴巴 被打開的那一瞬間的口氣 報仇 綠色的氣 木乃姨 綠色的 幾千里的嘴 幾千里的嘴 都還沒張嘴 然後他就報仇 只是法國人 同一個女生 他說高高中的時候 在法國的學校 一個女生他長得非常醜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有點想要嘗試愛愛的感覺 但是因為真的他長太醜 沒有人願意跟他愛愛 然後他又常常聽身邊的人說 自己愛愛有多爽 多爽這樣子 後來他又想要那種經驗 於是他回家搶過他的狗 他把狗的弟弟放入自己的妹妹裡面 他說其實因為狗的弟弟在硬的時候 跟美硬的時候 size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於是狗的弟弟就卡在那個 法國女生的妹妹裡面 怎麼樣都拔不出來喔 他就打給法國當地的消防員來協助 也順利的完成他第一次的愛愛 女生表示 雖然沒有完成 但是也是體驗到了 誒我知道 其實這是有真的上過生活的事情 好獵奇喔 有一種 現在的觀眾應該不知道我們在錄什麼的感覺 就是他太飢渴 然後飢渴到說出後悔的事情 他說他以前為了要被天菜使用 所以他就只好拿著手機 撥那個天菜喜歡類型的片片 呈現青蛙狀給他使用 他說他又瘦又沒有身材 結果下定體驗去健身 那個狀況是這樣子的 他成為一個很無量的青蛙 就例如說他要過來 然後可是天菜對我沒感覺 可是又想說一定要被他吃到 所以他就是長這樣子 給他使用 你懂嗎 好可 好 被鞭使用的時候就想說 哭 因為他上面哭的是那種 日本體驗帥哥 體驗帥哥 他就是這樣 我以後一定要去健身房 我以後一定要去健身房 我要哭了 就為了想要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也許自己 希望你現在就是 可以順順利利吃到天菜好不好 但是如果我覺得 你自己本來的樣子 如果這邊不喜歡 然後那是他做的青蛙比較好 是嗎 沒錯 加拿大的華裔 有一次憋太久 也是交網站認識的一個白人男子 然後約出來到他家 在外面見面 他有有鬍子 但是我不喜歡鬍子的人 但是我真的憋太久 受不了 三個健身號 然後呢 就把我帶到他的家 一個地下室 堆滿垃圾的地方 財經局 原來是街友 然後他脫掉腹子 要我幫他服務 雖然 弟弟蠻漂亮的 但是我實在吃不下去 那個味道扑餅而來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離開 於是我用手幫他完成 回家之後 我立馬用酒精消毒 然後加泡泡洗三次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我就問他說 你不會聞到他身上有味道嗎 你開始見面的時候 他說 沒有因為加拿大很冷 他們那時候穿大衣 味道很難聞出來 但是一脫掉大衣 那個味道就跟木男一嘴巴一樣 好 這個也是短短的 然後我們一起來拼拼理 好 學生時期 女閨蜜幫我親了我暗戀男生的嘴 然後問我要不要親她 這樣就算是跟那個直男見見接吻了 然後他就親了 他早上以後一直在想 究竟這個女的是個臭婊子 還是她想跟我分享 還是純粹想親我 臭婊子 綠茶婊 好吧 然後這個 舊金山的一個朋友 他是拉丁美洲人 他說 後庭很癢 癢到不行 於是就把冰箱裡面 冷凍的熱狗來發洩 發洩完洗一洗 明天他拿去丟掉 就冰回去 因為熱狗很常會臭這樣子 然後倒頭就昏昏大睡 他沒想到睡個太晚醒來 那個熱狗就不見了 然後一問之下 發現媽媽拿去給姐姐當早餐 然後我就趕快打給姐姐 但是已經回天罰書 因為姐姐已經吃完了 但是我也沒跟她講 然後還給一個 我們 然後他要說PS 大家 他講個熱狗是Hot Dog 但是他那個不是Hot Dog 是Corn Dog 多大 對啊 很肥耶 好 這也是一個我身邊的朋友故事 好 他說有一次去日本旅遊 然後住過那種青年旅社 你知道就是窮遊啊 就是大概十幾個人會 就是每個人就死一下 一個人交障於關 對不對 然後啊 洗衣機呢 在浴室裡面 他有一次想說 洗澡卻是因為去洗自己衣服 結果一打開那個洗衣機 欸 裡面竟然有別人的衣服跟內褲 他比如說 看了一下 就說確定 這是他今天有瞄過一眼的 帥哥穿過的衣服 然後我們說那這樣 帥哥穿過衣服 旁邊應該理所當然就是他的內褲 所以他就開始穩打 穩打 我們含蓄一點 吻打 吻打 跟聽打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他就不秀 吻打 OK 然後他就很心滿意足的 就是啊結束了打開了門 發現那個帥哥就站在門口外面 然後他就算很心虛 想說應該沒有發現吧 結果他那個帥哥 手上又捧著一堆衣服 他聽得懂日文 他就說 欸 我的衣服可以給你的一起洗嗎 然後他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往那個帥哥講話的方向一看 那個朋友就說好啊 然後他就想說不對啊 那他剛剛聞的是誰 我是誰的 然後他就望向他的朋友 他說 長得很像穆家磚 長得很像穆家磚 我再分享一個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 OK 喔 他要說 他從貨本回來 那個回來要隔離七天 他說他太純了 但是他在想找後面 就是想找東西塞這樣子 他說他的靈體一動 還用飯店的電話 就是接起來那個電話 他說欸 對 結果還成功放進去 他就是放大 就跟聽打的那個意思 放大 那時候有幻想說 他把我連按鍵底座都放進 怎麼可能 那時候他完事之後發現自己很順 但是最後有幫他電話大消毒 然後電話也自己隔離七天 喔 這個是我非常愛的一則 也是我身邊朋友給我的 可是這個有點不符 我們今天主題 這樣我純粹就想分享 他說 以前班上的混混都會拆遷我 叫我當馬給他騎 作業給他抄 不爽時候他就會扯我頭髮 最過分的是有一次 午餐他喝了一口水 噴在我臉上 然後他就真的氣哭了 可是 那個當天放學的時候 那個混混撞了他一下 然後說 其實你很喜歡這種感覺吧 然後他就 沒有反應的時候 他就被一巴掌擺臉上 然後他的朋友在旁邊笑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他下面有一點點的反應 他就趕快逃走了 他說 就這樣過了又愛又恨的國中三年 有時候真想要了結了他 可是回家又會一直想他 你看 到時候不做現在後悔了吧 其實這就是一個霸凌事件 但是 他可能 可能 是熱在其中 是有這樣的人 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今天 我要講的是今天最精彩的 大報道點 來 吸二公聽 高中時半夜很想要 但那時候高中根本沒有錢 買貝貝來玩 他就靈機一動 把目標放在他家的魚缸裡面的魚 他說因為曾經在那個 橘色的LOGO網站上 看過別人拿魚 嘴巴來搭蟹這樣子 於是他就把他家的魚 拖進他房間 我才驚覺原來 他從魚缸抓那個魚 徒手出來 是非常非常難的 他說非常非常難的 他說他費了好大一個功夫 結果還是拿鍋子這樣子撈 才把魚撈起來 然後他就把魚 撈起來 然後 於是就把魚瓶放在他電腦桌上 但是魚就一直這樣 啪啪啪啪 然後他就拿那個籤筆盒 就這樣 把魚打昏 然後他就邊看著片 然後邊把魚 底底放進魚的嘴裡 一開始蠕動 他說其實感覺很舒服 後來玩一試中發現 魚死了 完蛋 對 他說他常把魚缸放回去 假裝是魚自然死亡的 自然死亡 他說發現不可能 魚的嘴巴是這樣 嘴裂的魚 然後魚師他就把魚裝垃圾在裡面 然後拿去附近的水門丟掉 然後他爸超生氣 因為他通常會養到 可以做到那種程度的魚 是肥的魚 對 然後通常那種肥的魚 如果又養殖在家裡 就是貴的 對 他有說是什麼魚 但我忘記 是什麼 贏什麼的魚 那應該是不便宜 其實可能要上萬 對對對 他或是他應該把魚泡到冰水裡面 讓它暫時昏倒 把魚泡到冰塊水裡面 讓它暫時昏迷 可是可以的喔 可是我覺得拿魚這件事情 本來就有了一些生命危險 而且他把那個 他的底力放在魚 魚就變獵捲魚的魚了 對 而且我覺得真的想要幹嘛去菜市場買一條便宜的魚呢 喔 對不對 半夜啦 喔 好吧 在台灣人在美國 我住在美國了 我住美國的時候因為畢業太久了 然後有一個蠻帥的在家軟體上約起來 脫掉褲子身材不錯 滿身刺青 有種壞壞的感覺 然後但脫掉褲子之後才發現 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 露出的蜜蜜這樣子 但是這也沒什麼 因為對方 對方還說有些是剛露的這樣子 重點是他非常暴力 動作非常粗 扯頭髮都是小事喔 做完那兩次之後呢 他拔出來後有留一點血 他說可能是太暴力 被我弄到流血這樣子 好險我有吃PREP211 但是晚上在家拉褲子的時候呢 池裡面出現一顆亮亮的 還以為那是我散射出太多 拉豬射地子 沒想到是那個暴力男的露珠 難怪他當下會流血 而且你看又露珠又一堆刺青 他是不是蹲過啊 好有偏見喔 好有偏見 對不起我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啦 還有嗎 來 這個我有 他那個卑微的程度我能體會 當時在曖昧的男生 就是他暗戀的那個男生 帶著他當時也帶曖昧的女生回家過夜 當然也發生了關係 徹底難民的他 當事人 隔天一早 趁著男生送女生回去的路上 就去搬垃圾桶 而且是外面那種 大型垃圾層的垃圾桶 可能是入社區之類的吧 他就開始搬那個垃圾桶 因為早上出門的時候有看到那個男生 特地拿了一袋垃圾桶 這樣子 他就翻翻翻 果然找到兩個用完的套套 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當時傷心欲絕 又驚蟲衝腦的他 就撿回了這兩個套套 回房間邊吃邊自己來 吃打 說出來好羞恥 但你至少吃到啦 可是你還是要這樣吃東西是很危險 不要從東方鼠把它塞好不好 真的 對啊 如果真的有什麼疾病 也是會這樣傳染的 是喔 我跟我哥差三歲 青春期他很無知啊 然後哥哥去廁所待很久 他以為哥哥在廁所DIY這樣子 後來我去廁所撿 他垃圾桶衛生紙 哥哥的衛生紙 對 哥哥走這樣 他進廁所這樣子 拿起來問 不是 不是 可可哥在拉屎 並不是在搭打 而且白痴 而且他很笨的是 如果在廁所搭打 那就用水沖掉就對了 喔 誰還會特地 用衛生紙去擦啊 是吧 傻孩子 真的是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終極大乾爹大乾媽的故事 來來來 朋友帶了泰國藝泰的藍色藥碗 然後送了當禮物 然後幾乎有一天晚上要約 想說來試試看 他自己吃了一包這樣子 然後結果被放鳥 喔 但是那個威力好強好強 我硬到受不了 是 結果就把杯杯 放到床墊跟床架中間 把它當成人丸 結果 勾到彈簧整個滴滴 大爆血 就是他把這樣子 這種縫隙 這種縫隙這樣子 然後床的彈簧 蹦出來 就被勾 大爆血 而且他童流那個關巴他有來 喔 我的念啊 對 如果下次我們見面的話 你可以私下給我們看一下 他現在 你弟弟現在過得好不好 我是可以看的喔 我不會怎樣 我就說 這樣你要小心吧 好啦這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啦 那如果呢 你有什麼就是 因為金蟲充腦 而後悔的衝動經驗故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應該跟黃氏兄弟一樣 前五十則留言 我們都會自己回覆 你要說到做到 好 我們還有經紀人在 好 我也會回啦 我們會選十則回 好 前五十則我們都會回覆 你要負責三十則 好 我負責三十則 笑話 一個很窮的人 半夜發現家裡有小兜 他就起床說 你要幹嘛 然後小兜就這樣 我來偷錢 後來那個人就這樣 一起找 一個人老是放 在班上放響屁 然後老是又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出聲 結果那個人就這樣 我開陣鬥 掰掰 坐牠們 我來喝老是 吃美麵 我去吃也會 你會強烈